大家好 我是KC 今天是我们虎年开春第一集的节目 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 就是欢迎James 大家好 我是James James是我之前在之前公司的同事 然后也算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其实在就是在一些工作上 或在私人都还是会有一些蛮多的交流 那我想先请James介绍一下 他自己的这个职场的经历好不好 好 大家好 那我是James 那我本身现在目前是一个专案经理 那我在专案管理的这个domain 已经超过20年的经验 那手上其实经过的案子 应该有超过上百个 那其中也不乏有千万等级以上的专案的经验 那以往的经验就常常在协助公司去做一些救火的动作 就是常常哪边专案有问题 我就必须要去投入帮忙把案子救起来 那这样谈谈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是在学校念的是 我是数学系 所以我对整个数学还有逻辑演算方面是很有兴趣 所以在研究所研究的是AI跟machine learning 那投入职场之后呢 我开始一开始的工作是在宏基的研发中心做Dannet的产品开发工程师 那是从所以我是等于从一开始从写程式开始 然后慢慢的写程式到一个阶段之后 公司就请我去做系统分析师 那我那时候也带了系统分析的一个团队 那做了一阵子之后呢 就开始接触专案经理的一个工作 那在宏基大概待了五年之后呢 我跳到另外一家Local的SI 那在LocalSI的话 我就开始接触做处长的工作 那在这个工作中就开始会带自己的团队 那开始投入做people manager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转变其实就是蛮大的 从一个开始从技术人员转变到一个真正的管理职 所以在处长的部分呢 其实每天为了让团队能够顺利的运行下去 所以每天都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人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也要确保所有的专案都要准时的进行 那原则上大概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又开刚好有一个机会转到一个外商 那外商的部分我就一开始是做专案经理 那一路就是慢慢爬 又变成做到program director 也大概是处长这样的角色 所以在公司也是负责 就是一个主要的account的经营 然后以及底下的专案都要能确保他如期的 去交付 那现在刚好最近的一份工作跟KC就在同一间公司 那我现在又回到了专案经理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工作的内容还是主要针对每天的专案的日常准时交付啊 那客户的关系管理这样子 好谢谢James 其实James刚才有提到就是他有做过PM专案经理 然后又有做过这个处长的people manager 那James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角色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或是有什么相同的点呢 好啊那我觉得专案经理跟people manager一个最大的差异呢 原来专案就是有范围有时间的一些限制 那专案经理最大的目标就是把专案在时间内把专案做到验收上线 那people manager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他比较像是一个永续经营的角色 你要确保你的团底下的团队同仁 每个人都有在自己的工作上有一个目标跟方向 那确保整个团队每年都有他要执行的一个角度 那这跟专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那专案其实只要focus在这个专案本身他需要交付的任务上面 然后时间到把他交付完了 那people manager就是另一个角度 他看的其实是另一个层次的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people manager跟project manager 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角色 但是必须讲我们常在带专案的时候 因为毕竟专案底下的团队同仁 他是要跟你一起合作把事情完成 所以你某种程度你还是会需要有一些people manager的一些skill 就是把他当作你自己的团队同仁 给他们一些引导跟方向 让他们遇到困难或人生有一些需要指引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多多少少要给他们一些方向 这些人才会心理智商师 对对对所以除了专案以外 常常专案经理还是要带有一些people manager的味道在里面 专案才会比较顺利的运行 我记得我刚之前还很菜的时候 我那个老板我那时候做批评 我老板就说你有关心过你的同仁回家做什么吗 我那时候其实是很多问号 就说他回家做什么跟我什么关系 其实我跟KC也有一样的一个历程 一开始我在做专案经理的时候 其实我都完全专注在focus在工作上 还有专案上的内容 其实同仁私底下他在做什么 大部分我都不会很在意 也不是很想花时间去了解 但是久而久之发现了 如果你不去了解底下同仁他们私底下的一些生活的话 其实有些蛛丝马迹你是很难先去发现或是预测的 比如说哪些人他最近家里出了什么事 他可能最后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或者是他之后可能会离职 那如果你多去花时间去了解的话 其实这对你的专案管理 其实是有一些加分的一个效果 我其实还有两个PM 另外一个叫做Program Manager 还有一个叫Product Manager 也可以请James也聊聊这两个角色 这样我们就有四个PM的角色 可以比较一下 好啊好啊没问题 我觉得Product Manager跟 先讲Product Manager 他跟Project Manager其实出发的角度 其实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Product Manager原则上他需要的是管理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 就是包含一开始从开发到产品的浪 服务的浪取 以及到之后产品的roll map 你其实是要有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的概念 就是从一开始专案 应该说产品出来到上市到未来的计划 这个其实是要你在你心中是要有完整的步骤的 但是专案经理其实并没有这么完整的一个view 因为专案经理大部分如果你是pure的管理一个专案的话 你就是只要focus在这个专案的成败 你只要确定在这个时间内这个案子能交付的东西能完成就OK了 但是我觉得在Program Manager 他的view又是更不一样 他其实又有点比较超然的角度在看这些事情 因为他跟Project Manager最大的不一样是 Project Manager focus在眼前的状案 但是Program Manager他看的是一个长期永续经营的一个角度 这有多少吗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原则上比较像是在跟客户建立一种长久的合作关系 因为Program Manager看的不是只有在单一专案 他其实在客户跟客户谈的是一个长远的合作计划 可能他讨论的是一个五年的合作计划 那在每一年他会分成不同的小的Project去执行 一步一步的去帮客户把整个他想要构建的蓝图做出来 所以我们常会跟客户谈谈的是一个未来的梦想 那这个Program执行完之后 对公司带给公司的ROI KPI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是专案经理一般通常不需要去care的 专案经理就否则在当下的交付就好了 所以我认为Program Manager他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是不是本土的公司比较少Program Manager这种角色 如果你是足够大的外商 我举一个例来讲 可能像这种电信设备上 比如说Nokia 他可能一个产品周期可能是10年20年 这种是不是就会比较设Program Manager这种角色 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最近遇到的一个案例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最近刚好有一个系统分析师 他是从local的SI 要去面试一间外商的SI公司 那他被问了一题面试的问题 这题顺便也可以问一下KC 假如是你要怎么来回答 他被问到的问题是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很难搞 天马行空的客户 那你要怎么处理这样的状况 这一题 KC我没有惹过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你想一下 假如是你 我要看一下心理的答案是说 我赶快离职 哥李浩这个做什么 但是可是你可能我觉得 天马行空的客户 要先看他是哪个 单机老实说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对口可能是一个工程师 结果他再怎么想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就比较 就是说你可能不会花 太多时间在上面 但是我觉得有的大老板 会think big plan big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从一些比较 专业的角度去帮他去规划出一些蓝图 我觉得会是一个win-win的状况 他可能会知道说 那如果跟你合作 你是可以做这件事的 就是说 比如说好 我跟一个大公司来合作 那这个公司合作 他可能是 比如说我跟jams你合作 你jams他可以帮我做专案 做得再好 可是他毕竟就是对你这个公司 好比如说你对一个 比如说IBM 但是你本身 可以帮客户规划这个蓝图 这既不是在这个专案范围里头 也不是在客户的需求里头 这就是你个人独特的价值 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被公司取代的 也就是你最niche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 有能力去帮他想这些题目的话 可能对客户而言 尤其对那种C-level的而言 他可能是 会是一个未来可以合作的关键 不然我回答哪个问题 我过关了吗 我觉得KC你的答案跟我其实蛮雷同的 我先分享一下 我认识的那个朋友 他是怎么回答这一题的 因为他的角色其实一直都是做系统分析师 跟比较小的专案的经理的角色 他的回答是告诉我说 他会先跟客户把SOW专案的工作计划书 先拿出来 然后跟他们逐条讨论说 SOW上面写说专案的范围是什么 你提的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 他就要reject它 告诉他 这不是你在这个专案可以做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 我这样的答案是对的吗 然后我当下其实 我听到这样的答案 听到这样的答案 我觉得 也不能说这样的答案是对或是错 应该说是你可能要想一下 问你这一题的面试官 他的角色是PM 还是他是一个PD 还是他只是一个系统分析师 那我如果觉得 如果对方只是一个PM 或者是一个系统分析师 这一题这样答绝对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今天他的 他是一个PD 他面对到的客户都是C-level的 我觉得KC的答案 会相对比较适切 就是PD会比较想知道的是 客户天马行空提了这么多的想法 对整个Program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其实是好事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跟客户的沟通过程中 你会发现很多 他在工作上或业务上的需求 这不是在定义在工作计划书里面 那借由了解他这些需求 你可以Cook出更多 你之后可以跟客户合作的机会 那某种程度 我觉得这个来讲 对Program Level来讲是一个好事 遇到这样的客户 我们其实最怕遇到的就是 你问他什么他都讲不出来 他只专注在他眼前的工作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更多 有关这个产业的一些know how 或是他们的pain point 他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客户 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我希望多跟他聊聊 但是聊完了 收集完这些需求之后 我们就是会去讨论说 这些需求是针对整个组织 或整个产业是好的吗 如果是的话 我们应该就可以把它纳入在 未来合作的蓝图 但如果这个他提出来的需求只是 让他自己的工作更加简便 其实没办法帮其他人 有带来更多的价值的话 那这样的话 他其实就不是一个 对我们比较好的一个需求 还有就是有没有钱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这个 没有什么钱 我们就真的是九九朋友 没有办法这样子玩 对对对 我觉得当库克玩这些东西 下一步啊 其实就是要拿了这一包的故事 去跟客户谈钱嘛 那你会跟客户谈到钱的话 客户一定会就问你 你这包东西真的有价值到这样的金额吗 那我觉得这是PT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你就是要让客户 他愿意相信你这些服务 是有这些价值的 那这个就回到根本面 客户愿不愿意每年都是 花这么多钱在你的专案上面 让你的团队不断的可以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题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KC刚想问的点 那我觉得PT跟PM 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异 其实就是在这个程度上 一个人其实是需要往下 不断的挖掘更多的机会 跟客户合作 那PM的角色 其实就是focus在 现在当下的专案的范围里面 我再问一个比较的题目 就是你觉得这个本土企业的 PM跟外商的PM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OK 我觉得做专案的本质 原则上是一样的 就像回到刚刚讲 专案经理的目标 原则上不管是本土外商 都是一样 他的目的就是要带着这一群人 在时间内把事情做完 但是本土跟外商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我遇过的这几天外商 分工原则上都是比较细的 在本土的SI 对 常常资源是不足的 因为说真的 客户愿意投资在本土专案上 大部分预算都不会非常的充足 那所以 Local的SI厂商为了生存 其实他也不会 非常足够的resource 在每一个专案里面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 Local的SI的专案 他们常常 PM就是老板 对 PM他就是校长间撞中 他可能今天要写程式 明天做测试 后天他要去跟客户谈需求 就是一个人从头到尾 deliver到完 那但是这种状况 其实在外商会比较少见 因为外商 大部分分工都是比较明确 而且比较细 组织我看起来是比较扁平的 就是各司其职 专案经理 他有主要的工作 就是把专案管好 那顾问或者是技术人员 他其实就是要负责上交付 那测试 会有独立的测试团队 会需要在开发完了之后 去做雇一些开发的品质 所以甚至有些专案会有架构师 会有SD 会有programmer 会针对开发 他就会分这么多不同的角色 那所以原则上在外商来讲 他的分工会是比较细腻的一个工的部分 那跟本土来讲 会有一个很大的合作上的会有一个 我有一题 我有一题 这个题目你应该有遇过 就是有的客户会说 专案经理你不用出 我自己会管 你只要出工程师跟相关的测试人员 跟架构师就好 你怎么看这个题目 这其实在挑战就是 他觉得专案经理不是一个专业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 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常常在公案子的时候都会遇到 外商反而比较不会容许这次发生 可是本土厂商好像会 对本土厂商其实每次跟客户溢价 第一个事情就是把专案经理的预算拿掉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不需要存在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反过来想 我们今天如果是专案经理的角色 我们就可能必须要去跟客户证明你的能力在哪 我觉得专案经理可能他可以抽象化一点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不是一个工作 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能力 是一个专案管理的能力 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就有办法去drive事情能够驱动 那有的客户他觉得不需要你这样的角色没问题 那我们可以跟他试试看 那没问题 我把所有工程师电话给你 你有机会能够叫得动他把事情做完 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通常客户听到这一段 他说啊没关系 那还是你来处理就好 那他还是不付这一段的钱 对对对 那通常遇到的状况就是 我们想办法把专案经理的钱塞在别的地方 然后让这个账面上看起来更平衡 也许事情就能够更往下走 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专业 其实我觉得就是管理本身就是一个专业 专案管理也是一个专业 我觉得即使是做people manager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管得动专案 其实还是要看你在现场跟跟就是这些客户跟你member这种模的这种状况 其实是很吃你这种临场处理问题的能力的 对我觉得KC带到了一个点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专案经理有分为软实力跟硬实力 硬实力的部分 其实就是包含我们现在常在PMP里面看到的那个部分 他需要考的什么知识领域那些专案管理的那些方法论 那个我觉得他都是可以透过教科书或者是一些资源是可以学习得到 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是软实力的部分 在专案经理我觉得需要的一个软实力就是你的沟通协调 尤其是在人的部分 这部分你要有有这样的特质能够去drive人 其他的人让大家愿意帮你做事 然后愿意在时间内帮你把事情完成 你要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是相对相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的软实力的部分 对再挑战你一点 我刚才讲到硬实力 就是我记得好像之前常常会有一个一种题目 就是说请问你们觉得专案经理会要会写程式吗 有这种题目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阵子常常有人在挑战这种题目 专案经理应该会写程式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题啊 以我跟KC的背景我们都是开发出身的 所以写程式对我们来讲 虽然已经很久没碰 但是基本的那个逻辑能力啊 或是这些简单的POC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还有机会可以做得到 像我前一阵子还在帮部门的其他同事 写自动打卡程式 就是那时候公司 前间公司不要讲哪一间 刚好在推打卡制度 然后全部人都很头痛 为什么公司要这样限制我们上下班的时间跟地点啊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偷偷的帮大家写了一支自动打卡程式 虽然这个程式后来没有正式的商用服务 跟大家收取费用 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练习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啊呢 专案经理要有技术的背景是比较好去管理 因为我们现在带的专案 不会被呼隆啊 对对对 我们带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开发型 工程师今天会不高兴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大家会呼隆皮 也会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子啊 这不是办法的 他常常就是工程师他就会为了便宜行事嘛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啊 没办法处理这个技术上是有难度的没办法处理 但是专案经理你要有能力去判断说他的回答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有技术背景是很重要的 所以呃你也 但是周遭其实很多的专案经理 他还是只做纯管理 他不去care技术细节 当然有的案子也会成功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看呃 应该说你碰到的客户类型 那以及你自己团队的类型 如果你今天碰到的像是那种比较呃 他们技术能力比较强的IT单位 那你跟他对谈的时候 你其实讲不出这些IT的程度 或是对方跟你提一些需求的时候 对大家如果能不能说同样语言 其实是蛮重要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对专案经理来讲 有会写程式或是有技术背景 绝对是加分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一点 有时候有有有看到一些就是老PM 常常就是为了想要露一手 告诉大家说证明他自己还行 就是硬要炫技一下 告诉他自己懂很多 那我觉得常常这个时候 就太多的时候 底下的工程师常就会翻白眼 或者客户就觉得 你讲那个已经是旧技术了 不用再跟我们谈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这题是真的这个 真的就是老不言勇 对对对 这常常很多人没有办法 就是尤其是技术背景出身的 就是一定要去下指导器 有时候有的老板也是这样子 但是但是说真的 那个技术的进步其实是很快的 一下子就就一个浪就过去了 对我觉得尤其这几年 在云端化的过程 其实整个包含说技术的 framework的演进 它的迭代是非常的快速的 像云可能我对我们这种血逼逼出身 这种的可能就已经非常远了 我们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掌握到那种 native的精髓 我们知道有云 可是对那种就是他 他一出社会就是在云端上 打滚的这种工程师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部分 近期在做专案 我们大部分都会跟专案里面的架构 是ARK或是SD 八号关系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 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潮流上 有去实作 有去跟上 那我们如果能借助他的力量 去drive客户 或去drive底下的工程师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会是相对比较省力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方式 讲到云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得不谈的是说 因为这几年 也就是说 其实也就是这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lockdown 其实很多会已经变成remote的会了 那 Jane 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你自己的感受 或是你自己的实际上的经验 这种 就是从这种可以面对面的沟通 因为我们知道 PM有七成的工作都在沟通 就是软实力的部分 那变成这种远端的沟通 你觉得对你的专案管理 或对你的工作有哪些影响 比如说开会 或者是跟客户 或跟member沟通 这些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在专案管理的这个domain 这段时间以来 我觉得近期的变化真的很大 以往我们做专案 其实非常的相信面对面的沟通 对 包含客户 他只要一不看到你 他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事或什么 必须讲 我们自己以往来讲 没看到工程师 有没有专心在你面前写口 你也会担心他是不是在偷懒 但是必须讲 这一两年 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去带动整个我觉得算是数位转型 包含我们使用工具上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几乎80%以上的客户专案 全部都是remote去做delivery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像我们以前一个早上 顶多就是可能跟客户开 一个客户开一个会 大部分时间 包含交通时间 一个早上就过去 但是现在全部都变成远端之后 一个早上 你其实可以切换四个不同的客户 这其实在 这样一天开下来 十几场会 是以往在面对面沟通是很难做到 因为你必须到客户端那个交通时间 中间要等待的成本 要等待进去会议是什么的 现在不用 长官的时间 对对对 现在不用 现在就先上 现在所有都是透过teams 那客户端那边 我们是可以快速的做切换 那包含内部的沟通 我觉得相对也会比较有效率 因为现在公司常常 你在support你专案的那些顾问工程师 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那他可能跟你沟通就变得没有办法面对面 那你 本来就不能面对面 对对对 大陆或是在印度的这些工程师 本来就不能面对面 对对对 应该没有什么印象 对对 实务上对远端的这些 原本已经合作的远端团队 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你现在挑战是 你的客户是远端的 你的开发团队也是远端 包含你自己都在远端 那你怎么样 在这样完全看不到东西的情况下 你还要确保这些专案能够如期的进行 那我觉得这个相对 对专案进行来讲 沟通的成本的确是 尤其是内部的沟通 你光内部要达成共识 你的团队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 你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 那讨论一些事情 我觉得工具相对是很重要 像现在Teams Teams就很方便 你需要找哪边不同的人 负责什么样不同的事情 把他全部拉到一个Teams的channel 直接在这边大家把事情讲开了 这样可能工具在我们工作上的协调是帮助很大 可是这真的讲得开吗 其实你刚刚讲到效率 我一个不同的看法是这样 的确我们call一个会的成本降低了 可是因为call会的成本降低了 大家就会滥用这种低成本 就是像说比如说你吃到饱 你就是暴饮暴食乱吃一通 你就是可能就是去拿了寿司 就只吃了鱼 就不吃饭 就是这样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开会 就是只要发个Teams 你就开了 可是你有时候不会很珍惜别人的时间 所以我自己其实觉得效率可能没有提升 或者是说开会的效率提升 但是效果没有提升 我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 我觉得这个效率跟效果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疫情前跟疫情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公司的管理成本似乎可以有效的降低 比如说管理成本你是指哪一块 比如说公司的办公室的租金 水电瓦斯的部分 因为人员到公司的比率变少了 其实办公室的区域可以不用在 像我们以前是租了一整成的办公室 然后现在发现 其实一半都可以不用去使用 变成mobile office 那另一个就是到客户端的计程车的成本 以往其实计程车的成本在公司 成本占的是很高的比率 现在如果能够远端开会不用去的话 其实这个成本对公司的角度来讲 他是觉得有效的下降 那反过来看 看绩效的角度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疫情来讲 我们deliver最后产出的结果有变差吗 看起来好像也还好 似乎所有的案子也都是在时间内有完成了 那但是这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讲 的确是这些管理的成本是也能有效的降低 但是专案经理本身来讲 我自己的感受就很深 其实我的沟通成本 说真的花了 应该是提高 应该是拉高蛮多的 因为很多是 中国人常说见面三分情 那你现在没办法见到面 只能透过声音的情况下 你要去判断一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能够执行成功 那其实是需要花更多时间去verify的 对 所以从专案经理 你必须花更多时间 跟大家开会 包含客户 包含内部的团队 这个时间成本的确是增加的 但是有了好的工具 它其实是能够协助你有效的去把这些事情 我其实这个事情问号的 其实你有时候在开会 就是那种大对头的会 尤其是接近中午或傍晚的 就是你会发现炒菜的炒菜 煮饭的煮饭 各种切菜声音 就是你就知道说很多人其实就是 他可能在做别的事情 那当然你也不能说他不专心 可能他已经心手合一了 就是说他可以一边煮饭 一边切菜 一边跟你谈事情 但是你多少会觉得说 有个问号是说 第一个就是 你真的有专心听吗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说 你有尊重其他的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你知道你可以感受到吗 对不对 然后可是你要大家开视讯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不自在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某种程度变成 Work-Life-Balance的一个结果了 你知道吗 这没有Balance 这是融合的 对的 其实就是 就把你的生活搞成一团 没有一个Boundary在那边告诉你 这个就是明确的上下班时间 不然是你在上班的时间呢 你的小孩在旁边 他在线上上课 他遇到问题 你要马上可以过去处理 老婆在炒菜 他突然间需要你帮忙剥个豆子 或是切个菜 你还得马上放下事情 去帮他做这些事 然后接着要回来开会 然后但是会议其实都是在进行中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常练就的 就是在会议中你如何能够 Mute跟Unmute 你那个麦克风都要切换清楚 你确定不是你在发言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Mute掉 然后有人在Cue你 或者是讲到相关的议题的时候 你要马上能够 get到那个人到底在谈什么议题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麦克风 就是做这种耳麦的这个公司 应该有推出这种功能 就是说他只要 censor到在叫你的名字 然后耳机就要震动 所以你就赶快 把Boundary搭开 因为从来有时候 你其实真的就没有在听 但是你就被Cue到了 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其实同事间 最近常也都有一个默契 当你要Cue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先讲说 谁谁谁你在线上吗 然后你会再repeat 你刚想要问的那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默契 一旦在团队里面有了 其实就比较不会出状况 叫到你的时候 你就会说不好意思 刚刚没有认真在听 这样就很糗 所以我觉得这个等于是 我们从以往面对面的 deliver专案 到现在几乎做到 几乎全远端的交付的时候 我觉得变得就是一种工作模式的转换 大家似乎也慢慢的习惯了这样的一个交付的模式 除了开会 你觉得还有其他什么影响呢 见不到人吗 我觉得 我觉得比较大的部分 反而是在拿案子的部分 打案子 对 打案子的 就是在拿到专案的前景 因为你常会需要跟客户 如果能面对面的话 其实是比较达到 比较好去达到情感交流 我觉得这是 对 但是你今天 陌生客户的 就是你 如果说你 这客户从来没有见面 然后你 你开kick off第一天 就是在 remote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对啊 你其实 因为以往面对面 就是可以透过表情啊 他的语调啊 他的身体的肢体动作 去判断说 他对你 你现在丢出来这个问题的反应 但现在你 常常在透过线上 你其实 只能够听得到对方的声音 那对方到底有没有认识在听 其实你不知道 常常你抛了一堆问题 结果就大家全部沉默 那你就很难判断说 现在大家是有疑虑吗 还是大家因为只是没有在听 那这个就很 会比较 我觉得在沟通上 尤其是前期在 Cook一些新案的时候 如果没有面对面 这个我觉得效率上 是有些会比较 打折扣的地方 这样子 好 我们最后再问一些问题 就是 你用什么建议 你想要给做专案经理的人 因为我要问这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很多人其实 就是对PM会有个憧憬 那其实刚刚聊了一下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有好的 也可以做得很大 也可以做得很小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是说对这个行业有期望的人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比如说考什么证照 或是要什么技能 之类的 OK OK 好 我觉得这一题 可以分几个方向来回答 我觉得专案经理 我觉得基本上的一些证照 我觉得应该说是 都是要必备的 就是 PMP 对 PMP 或者是一个CSM AGR 相关的一些认证 甚至相关云端的认证 像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考过十几张的认证 那这些认证 我必须讲 不敢说他对工作上 一定有实质的帮助 但是 在面试上 或者什么 人家会觉得说 现在每个PM都会有PMP 只有你没有的时候 其实 你相对你面试成功的几率 就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些基本的 一些PM相关的证照 应该 专案经理都要先去拿到 等于是 你先取得一张 入场券的门票 然后你才有机会去展现 你自己更多的能力 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觉得认证的部分 除了专案管理相关的 Agile相关的 或者是现在云端相关的 Foundation的一些认证 其实都可以 大家去考一下 至少拿到一个 比较基本的门票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 专案经理 蛮必备的 就是一个人格的特质 因为 PM PM 上面讲说 专案经理70%时间 都在跟人做沟通的动作 那 我们实务上的经营 我觉得 沟通的比率 其实远超过这个比率 几乎百分之百的时间 你都在跟人 做沟通的部分 所以你知道 尤其remote 我觉得反而变多 对 其实因为你 没办法面对面的时候 你其实 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沟通一些事情 所以你 几乎百分之百的时间 我觉得都在做沟通的动作 那 你沟通的管道 其实不外乎 要来自客户 要跟团队成员 包含了你的合作厂商 然后包含了 你内部的研发团队 这些其实都是你沟通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你一个专案经理 要对到这么多的 沟通的渠道的时候 你沟通的技巧 是相对重要 我常在讲说 专案经理 有点像是在算命的一个工作 你必须预测到半年后 你这个专案 要能够如期的验收上线 这 你要确保 包含你周围的人 搞不好 都是你从来没有合作过的 都是第一次在这个专案 第一次凑在一起 但是你却要保证 大家在半年后 能够如期上线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的沟通协调的技巧 所以这是 PM的软实力的部分 我觉得相对的很重要 你其实专案经理 要有很强的沟通协调的能力 而且你要能够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一个 因为PM的琐事 其实蛮多的 就是 比如说像 在外商 其实就有超级多的琐事 因为 那个公司都会觉得 这个PM要随时要去 做一些坏事 可能会勾结 厂商 可能会 会泄露机密 所以 有非常非常多的review 然后报告 然后随时会问你说 这个大家有没有填公司 然后大家在干嘛 干嘛 干嘛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琐事 然后你可能 专案小 你可能就是 很多专案就是中案组 所以就常常 pipipip switch这样切来切去 所以如果你 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那你就会 channel就会立刻缩小 然后你可能 就 跟什么讲 这朋友是会不好吗 我不知道 就看你专案的规模 对 我觉得 尤其当你今天 跨多个专案的时候 其实你 你那个 需要能够 在很多事情中 不断跳跃的 那个能力相对很重 而且你跳完之后 还要能够 回得到你原本的主軸 像我之前在 上半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其实 一次接了六个案子 我在六个案子中 每一个案子里 包含客户 包含公司的系统 包含你的团队成员 你都要分得清清楚 今天你在跟 A客户讲话 然后你回到内部团队 那A客户对应到 是哪些团队的顾问 你都要在脑中 非常的清楚 然后哪些的 其实不只沟通的部分 你时间的维度 也都要记得很清楚 每个案子在什么时候 要上线 要交付 要测试 你都要记得清清楚 在这个之前 你要提醒大家 要准备好 要测试的工作 文件要准备好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专案经理某种程度 你多功能能力 相对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能力 我带过的工程师 大部分我看到的 技术人员 一次都只能够 专注在一件事情 很少有人能够 同时专注在两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专案经理 你要去coach 你的开发团队 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因为你要带着 大家同时做很多事 所以你的 这个领导的能力 就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如果想要 之后想做 专案经理的 一个朋友们 其实 你要先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 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 非常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 你有没有办法 同时处理很多件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不妨 就是开始 就去多拿一些 专案管理的证照 在硬实力方面 帮自己做强化 那我觉得 你踏进这个领域 其实就会相对的 比较容易 好 我非常谢谢James 因为今天我们 聊了还蛮长的时间 那 我想 我也做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说 如果有PM的证照 我觉得 如果你有一些经验 你可以赶快去考 因为不管是 有这些经验 其实可以support你 去把你资料弄得 对PM的一些理论 或者是一些实物 可以搞得更清楚 那第二个 其实我觉得 还是两个能力 一个就是沟通的能力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要能够在很多 所思 不同事情上 做切换 对 那非常谢谢James 今天的分享 那 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 然后也祝大家 这个 新年快乐 虎虎生风 James 要不要舒服一下 最重要的视频 是什么事情 没有 我觉得 最后我祝一下 KC的那个 Podcast的频道 能够收听的 收听率越来越高 这样 大家能够 借着这个节目 学到一些 我们在专案 管理上的一些经验 技巧 然后也 欢迎大家一起 加入这个 专案管理的 这个环境 一起为这个 董妹来做一些努力 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任何 想要了解 或想要 这个 听的这个题目 也欢迎大家 留言给我们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